将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会对另一半隐瞒部分开销 男人和外世代是最有可能隐瞒的 如今使用联合账户的伴侣越来越少 现金使用率下降也为隐藏秘密提供了方便 但是理财专家认为这未必是件好事 根据弗林德的最新研究发现 女性最有可能隐藏时尚商品月占12% 不健康的美食月占7%的消费 但男性排名前三位的却是赌博 不健康的美食以及成人娱乐 弗林德的发言人哈桑表示说 藏匿这些购买行为可能是出于对无法自控或不负责任的消费 或不健康饮食习惯感到羞耻 如果两人之间经常因为钱而发生争执 那么隐瞒这些支出就可以避免关系紧张 本欄目由澳大利亚绿石酒业集团 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 AirPods今日宣项目联合冠名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